各位觀眾帶你來關心到立法院最新 而今天其實即將啟程呼籲中常委總辭發難之後呢 其實陸陸續續有不少的人包含了國民黨的立委 蔣萬也發出聲明要辭去中常委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稍早訪問 我決定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我想最重要是因為在國民黨中央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 我們決策的核心決策的模式 已經無法快速其實反映外界民意的變化 所以我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除了表示負責 也希望接下來我們的決策方式 還有決策的模式能夠更貼近民意 更了解民眾的想法 我想這個是我即刻辭去中常委最重要的原因 好KDR其實青莊派他們都認為 中常會在國民黨裡面是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 也認為說其實既然吳敦義主席都已經提出了辭職 那就不應該再被動的所謂做出回應 而中常委呢也應該要立即的 在明天召開之前來進行總辭的動作 才對國民黨未來的改革路線確定之後呢 來做出改革的調整才是最好的因應辦法 以上這一情形將鏡頭交給彭內主播